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是全牧师打算送给任镜的 为了儿子 全牧师不得不答应 老狐狸被小狐狸咬了一口 气得牙痒痒 又没得反击 明得不行 那就来按的 他不放心 大白收了地皮就会老老实实 让他交出一个能让自己幸福的保证 为此大白杀害的绣经 将杀人过程系了下来 录像机则交给了全牧师 全牧师将地皮给了大白 并表示自己会将录像机藏好 走投无路的老张 也只能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英真 2000年时候 全牧师单独见了大白两次 之后居然把原本属于任镜的地皮转送给大白 还称自己和大白是同生共死关系 他后来才知道大白利用圣恒案威胁牧师 而牧师也拿着大白的罪证 制作了一本特殊的福音 在里面藏了可以找到大白罪证的地图 还把原来属于老张的小楼送给任镜 之后用于软禁徐尚元 就这样相安无事地过了十几年 直到全牧师去世 维持各方平衡地称一下就垮了 一切都要从诉讼时效说起 2001年以前的案子 诉讼时效只有15年 徐尚元的第七个案子 是2000年7月9日 而秀经案子是到2000年8月1日 只要大白挨过了诉讼时效 一切都不是大问题 万万没想到 2015年7月24日 泰文法通过了 杀人犯罪案件的诉讼时效被永久延长 徐尚元的前七个案子无法追究 但秀经的案子刚好进了新法的范围 局势一下颠覆 曾经捏着徐尚元案子的大白 现在相当于捏着一把沙子 什么用处都没有 而他杀害秀经的录像成了对方的王诈 但可能碍于大白是财团理事长 并且对教会有资金支持 或者全牧师想遵守承诺 他并没有下手 可是任静还记得大白抢他地皮的仇 待全牧师过世 他立马用秀经的案子 威胁大白交出属于他的地皮 而千禧年酒店就当作这些年的利息 且不说人静 现在是狮子大开口 千禧年对大白的意义非凡 他怎么可能乖乖交出 大白试探性的询问老张 是不是也知道他的罪证在哪里 老张一个紧张 泄露了罪证藏在地图里的信息 如此听来 任静的案子从一开始 他们就被误导了 以为徐上元就是凶手 也忽略了现场其他证据 现在看来大白及有可能是凶手 同事告诉英真那块地 原本是有一座新生命教会 但是卖地的时候 教会也被拆掉了 英真让他查一查 全牧师在教会被拆钱有没有来过 这边似乎已经进入了死胡同 他们只能另外寻找 可以给大白定罪的新证据 而在老大爷的死亡现场 有了新发现 埋葬老大爷的地面上 居然有一个清晰的脚印 还是商场顶级手工鞋子 经过对比和集装箱内 老张的鞋印不一样 加上案发时候 老张正和英真待在一起 很快就洗清了嫌疑 但他并没有很高兴 一直坚信父亲留下的福音 会让他打败大白 拿到属于自己的东西 坚持了数十年的信仰 在今天被打碎了 英真想起老张说过 他这辈子就没为自己活过 告诉他接下来就做自己的主人 选择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大白又在看着任静的手机 就算他没有威胁大白 他也会把任静杀掉 徐尚元第一次把他带回教会时 任静那种嫌弃的眼神 他永远不会忘记 他知道徐尚元被软禁在那栋楼的顶层 偷偷前进去 在徐尚元的面前 扮演成一个感激父亲的孩子 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忏悔 请求徐尚元为堕落的任静行救赎 救赎八个人后 就可以向世人证明复活的奇迹 但徐尚元对奇迹有偏执的要求 堕落的任静没有复活的资格 大白表示自己愿意代替去 徐尚元惩罚他 任静照常来看徐尚元 他悠哉地拉开窗户 谁知背后就是等待已久的大白 他用圣痕暗的手法 在任静身上留下伤痕 咬着一口气逼他说出地图的秘密 任静倒是个嘴硬的也不求饶 再次威胁大白 老张已经找到地图 很快大白就会被抓到监狱 像小时候被妈妈丢弃一样 大白突然窃息起来 这话的意思是 老张也能解开地图的秘密 那任静没活着的必要了 小浩在积极做着康复训练 东仔和诚诚过来看他 上司通知李行警回警局 他知道又是一场恶战 给隐巡警使个颜色 广搜对抓紧时间分享着线索 购买目录出来了 正好有小夕的名字 邪马也和现场的足迹一样 而李行警这边也查到 抢小浩书包的人就是小夕 一夜之间全部矛头都指向小夕 但他们有种感觉 这也太顺利了吧 英真来到千禧年 小美笑眯眯地称 装修是早就定好的计划 连十楼也要全部换掉 顾不上书房的线索也会被转移 英真这趟是来抓捕小夕的 但小美却说小夕前几天消失了 并且还和她借了一大笔钱 她有些怀疑 所以单方面拖着 小夕还留下一个 只和她联络的手机号码 说完超级爽快地把号码告诉英真 英真也觉得纳闷雅 这个女人平时一个字也不愿意多讲 现在像抢答一样 把全部线索都说出来 生怕英真听漏一个 小夕还在傻乎乎地等着小美来找她 谁知道小美没来 英真来了 她急忙从窗户跳走 情侣组合先追上 在小巷子展开搏斗 这时候英真顶上 才将小夕拿下 小美根本就没打算和小夕一起离开 这些都是她和大白的局 这样小夕打算跑路 那就抛弃她 让她做替死鬼 老高还在愣愣地为小夕求情 他们四个人小夕是最小的 还是个生病的孩子 他还专门在小夕出发前 叮嘱她带好药 看着冷漠的小美和绝情的大白 老高还是不忍心 小夕被抓回警局后一直使用沉默权 正当他们集体挠头时 老张从医院拿到的录音机有了新发现 上面有三组DNA 其中一组DNA和徐上云跳楼现场 以及圣恒案第一个受害者卡片上发现的DNA遗址 趁着空隙 英真抓紧时间和黄系长见了一面 李善宇也在这里 自从他拿着复印本去找老张 他怕英真出事了 英真也只能简单交代几句 全牧师可能没将正确的信息告诉老张 而接下来他们会从DNA入手 懒哥一对给老张路口供不小心说漏 小夕被抓了 但一句话也不肯说 等他们走了 老张望着日历直发呆 第二天他趁着没人看守 来到新生命教会 告诉英真有些话 一定要对着全部教徒说 大白收到封后 也立马赶到教会 老张和信徒们坦白 自己不久前差点死掉 甚至看到了父亲全牧师的身影 但是有个男孩救了自己 那种因为别人的生死 而体现出来的喜悦和交集 是他从未接触过的 从那之后 他便知道 原来 人活着不是要获得好多的利益来得到喜悦 也可以从他人的幸福中感受喜悦 大白迫不及待地找上了老张 在他的印象中 老张一直是那个被排挤在外的人 老张用茶杯冲了一杯咖啡拿给大白 他看着大白长大 知道他最喜欢用华丽的外壳包装廉价的东西 老张将福音一隐藏的数字一一念出 他相信大白还没找到其中的奥秘 只要大白保证不伤害小号 他就会解出秘密 老张还提起任静的案子 他知道凶手就是大白 大白用眼神环绕了一项屋子 还没等两人说完 英真及时进来 质问老张为何要给大白看那串数字 但大白走后 两人突然松了一口气 好了 这集从大白和老张的角度出发 把当年的事情拼得差不多了 但两个人的回忆来回切换 有点混乱 大白知道徐上元对复活的奇迹很执着 所以他暗暗引导徐上元 任静死后就可以给世人展示复活的奇迹 他打算逼任静说出地图在哪里 但他不小心透露了老张也会解密 大白放下第八个案子是因为全牧师要保证 那为什么挑了秀精呢 大白目睹徐上元杀人 即使没被他的复活奇迹理论洗脑 但心里也是有些扭曲的 让他看到英真埋下小鸟尸体 还和秀精聊天说笑这些同龄人的生活 是他没接触过的 他开始对英真有种不正常的情感 总说喜欢看到他痛苦的样子 所以就挑了秀精为目标 故意打电话说秀精是为他而死的 让英真痛苦一辈子 那教会人员的孽缘基本都清楚了 结尾的时候 大白虽然猜到老张可能装了摄像头 左顾右盼没主动承认罪行 但还是算少一步 被老张拿走有D内的茶杯 所以现在能给大白定罪的证据又多了一个 很快就大结局了 我们一起等着吧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所有的谜底都将揭露 大白究竟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我们下期见拜拜